诶,请坐车子啊 大家好,我是帽子 今天我们继续量拌菜系列 我们今天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一道非常非常非常出名的海鲜料理 海蛇拌黄瓜 那首先是海蛇 海蛇分为两种 一种是海蛇头 一种是海蛇丝 那海蛇丝相对来说拌黄瓜是比较爽口的 那海蛇头更多的我们用做糖醋在上面 那今天呢 我们选择了两款海蛇 就用的一款 在这边买海蛇会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这种 它是会有料包的 那还有一种呢 是这边常买到的腌制海蛇 那这个海蛇 唯一有一个处理比较麻烦的事情 就是它要浸泡12小时 今天我们选择的 使用的就是这种腌制海蛇 首先取出我们今天要使用的份量 先用清水清洗一下 洗掉上面的盐渍 再用纯净水 注满 将它浸泡一碗 好 四个小时以后 我们换一次水 8小时以后 经过8-12小时的浸泡 现在海蛇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拿起来沥水 将海蛇放在旁边控水备用 先准备两个大蒜 如果不喜欢吃大蒜的小伙伴可以不放大蒜 如果喜欢吃的话可以多放大蒜 接下来处理黄瓜 斜刀切开 切成片 不会用刀的小伙伴呢 可以用专用的刨丝刀来切 拌海蛇的黄瓜不要切得太细 可以稍微的适当粗一点 这样口感会更好一点 好把切完的黄瓜备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拌 黄瓜海蛇 如果喜欢吃黄瓜的小伙伴呢 可以适当的多放一点黄瓜 如果说只是想追求口感的话呢 那黄瓜和海蛇的比例一比例 那是比较恰当的 先把黄瓜倒入 加入控管水的海蛇 先加入一点点的盐不要加太多 因为的话我们会加酱油 如果说不喜欢吃酱油的小伙伴不放酱油的话盐可以适量多一点 今天我们是拌个糖醋口的口味的海蛇 拌黄瓜 所以呢我们再加些糖 糖可以适当多一点 两勺酱油 一勺酱油 一勺醋 一点点麻油 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看是不是需要加上 辣椒 加入蒜末 加入蒜末 最后适当的加一些花生米 把它拌匀 那黄瓜拌海蛇 那黄瓜拌海蛇还有另外一个制作的诀窍就是 在你拌的时候 锅 一定要大 这样口味才会拌得开 料才能够充分的进入到所有的 配菜上 好 准备装盘 在装盘前一样 我们先尝一下味道 看看是不是需要调整 味道正好 好我们装盘 最后 上桌前 我们再撒一些芝麻 做一些点缀 好了 一盘简简单单的凉拌海蛇黄瓜 完成 菜做好了 接下来就要开吃 那当然如果喜欢香菜的小伙伴可以在方面放两片香菜 那会更香 只不过今天 帽子家里没有香菜了 所以没有放 那 黄瓜拌海蛇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海蛇拌黄瓜一定是 现拌 现吃 因为撒了盐嘛 黄瓜很容易出水 如果时间长的话会有很多的水分 好不多说了 我们开吃 嗯 真香 好了 我不跟大家说了 这个说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帽子哥的频道 我是只会做饭 不会做美食的帽子哥 希望我的频道给在为求学打工的你有一丝丝的帮助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 fps 按赫 误araoh 这一支 中谈 这期间 金 50